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动画 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动画 是安卓新引入的一种动画类型 叫Review动画 所谓Review动画就是一种展示动画 我们先看一个示范 当我鼠标点击这些小圆圈的时候 它的一个动画效果 当我点击小圆圈的时候 逐步的放大到全屏 然后最后缩小到一个小圆圈上去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Review动画 它是把5U按圆形进行剪切 然后不断改变它的半径 来达到一个动画的效果 好 那我们在讲解这个列子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从一个最简单的列子入手 好,大家请看 好,这是一个最简单的Review动画 效果和刚刚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换成一张简单的图片 我们先在这个简单的图片上做出类似刚才的效果 好,当我点击图片 好,它消失掉了 按一种圆形的方式消失 展开 消失 展开 好 这个动画做起来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安却是安华新引入的一个API 叫ViewAnimation Unit 这里面的CreativeCreativeCreativeCircularReview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它有几个参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方法有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View 就是你要给谁做动画 接下来这两个参数是它的一个X和Y轴 即相对于这个View的它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圆圈动画的那个圆形所在处 这里是半径 我们从哪一个点开始做 做到哪一个点为止 这两个都是在半径方向的一个延伸 非常好理解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简单的列子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这个布局 这布局非常简单 就只有一张图片 好,我们找到这张图片 然后我们先看消失动画 对吧 大家可以考虑消失动画 那么也就是说 从最外面到缩小到中心 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消失动画 当我点击图片的时候进行消失动画 首先我们要获取这个View的中间区域 好,通过高度和宽度 把除以二就获取到我们的一个中间 获取了我们的图片的中心位置 然后把这个中心位置传给这个参数里面去 我们重点看这个地方 好 这就是我们API的一个使用 我们先原型定义好 然后从最开始的动画 我这里传最开始动画 我设的是一个Imagic的高度 然后最终播放到0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大于它 那么就是变成消失动画 从最开始缩小到最原型里面结束 给它设了一个时间 当然如果你想要扩展的话 还可以设置 比如说我们的插子器 你想有一种什么样的效果来进行动画 对吧 好,这里要提到一点的是 我这里加了 这里增加了一个AnimatorListener 它做什么用的呢 是当我在这个动画结束的时候 我需要把这个视图给隐藏 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隐藏 对吧 好,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这个隐藏的时候 我能不能设为杠啊 大家可以想一下 设成杠会发生什么 这个视图在这个布局文件中 会不存在,对吧 如果它不存在了 当我在展示它的时候 我能不能获取它的高和宽呢 不能,对吧 所以说这里必须是用Invisible 才能保证 获取视图中心点这个函数可用 当图片消失之后 然后我点击菜单 让图片重新显示出来 代码在这儿 重新显示出来 同样的这里获取个原型 然后这里设置Visability为Visible 然后获取高度 以它高度作为原型来进行展示 从0到高度 同样设了一个时间 开始动画 非常简单 再播放一下动画 好 我们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 刚才的用力 实际上它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 好 我们改变一下它的启动界面 好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发生了什么 好 这个Activity 这个Activity的布局很简单 首先 我们看一下Activity的布局 这里有一个Reveal View 这个就是一个全屏的 我要对这个屏幕做一个圆圈 所以我这是必须是全屏的一个 这里有一个Header 这个Header就是我的头部 当我相当于一个换腹的作用 当我点击它的时候 要把颜色射到这个Header里面去 再下面就是几个按钮 每个按钮点击进行变色 好 看一下代码 好 在前面都是做一些初始化 然后当我点击每一个颜色的时候 我们看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定了一个PrimaryColor 让它就是说点了圆圈1 我们说圆圈1的颜色 圆圈2属圆圈2的颜色 好 这里我首先是把这个Reveal View 把它颜色色过去 Reveal View是什么 我们刚刚看到了 先关闭其他的界面 Reveal View Reveal View是什么 整个全屏的颜色 对吧 我们先把它这个颜色 充填进去 然后获取这个View的屏幕的位置 然后这里计算这个圆形位置 然后启动动画 当我在动画结束的时候 会调用这个Reveal Animation Listener的 On Animation End 这个时候首先我播放一个隐藏动画 就把扩展的圆圈再收回来 然后把之前的header 以及顶部的这个状态 顶部的状态条 设为指定的颜色 好 然后这个应用就完成了 好 非常简单 是吧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